哈喽哈喽 这里是戴走戴总 本期视频是对俄罗斯七奇礼包金币载具米格23M1的全面解析 本期视频参考了油管博主Tankinstein的文献和设计原稿 所以各位有条件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原作者 那么借由目前二元呢 油花费70美元可以获得一辆街机历史11.3权重 全真11.0权重的高级喷嚏式战斗机 听说下个版本不少的6级飞机都要提升到了七奇 那它们的价格也随之增长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米格23M1拥有一个权重上更高的优势 所以各位玩家是否觉得它值得你去购买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 我会在不同的几个关键领域给出一定的分数 来给各位玩家进行一个参考 各位玩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支持一下原作者和我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性能的全面解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左上角 好 这是米格23M1它的各项的数据 包含了它的爬升率 最大速度 理想高度和它的收益等等 但是各位玩家都知道 游戏内所显示的数据实在是太不直观 为了让我们这个视频的严谨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去了WATTON的WIKI这个官网上去搜集了数据 并且绘制成了表格 我将空力11.3权重的所有飞机进行了横向的数据对比 算上米格23的衍生机型 我们可以看到米格23M1的最大速度 在24架同等级飞机当中处在于第四名的位置 如果不算空格猴子和载人火箭 米格23M1它的结束是非常非常快的 在空游机当中具有非常明显的速度优势 然后对很多萌新来讲这可能并不是一个优势 因为非常非常快的急速 可能会让你的飞机首当即冲第一个手的攻击 由于转向速度这个数据比较特殊 数值越大机体的性能越弱 所以说我的排序是从上往下依次由强到弱这样一个排序 那么我们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 米格23M1的这个数据并不是太好 哪怕算上并列呢 它的转向速度也在24架飞机当中排名第20 仅从数据层面分析 它就是处在于一个倒数第二的位置了 爬升率方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丢失了这三架飞机的确凿完全体的数据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写进到我的统计当中 在这21架飞机当中的对比 米格23M1的数据还是比较好看 它已经排行到了第三的位置 我们自然而然会把第一个战人火箭给pass掉 那么从常规的飞机的角度来看 米格23M1的数据已经算是非常优秀在这顶件的水平 我们让视角围绕着机体转一圈 我们可以发现米格23M1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有一对可变的后略翼 这个可变后略翼呢 如果刚刚进入游戏 系统会自动的根据速度进行调节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只有手动才能说发挥米格23M1它的上限 无论是机动也好还是战略的速度也好 只有手动才能更好的进行与环境相适应啊 战内呢 也有很多的up主做过了米格23M1的相关操作教学视频 所以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 这里我只提几个要点 第一 手操略翼需要自行在设置里面添加你的按键 第二 只有在完全打开你的略翼的时候 才能去调整你的精益 第三 米格23M1并没有作战精益 不过可变的后略翼也相当的够用 实话 在谈到武器配置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米格23M1它具有五个非常非常密集的挂载点 那么在游戏当中呢 你是可以自由的进行挂载选择的 就于米格23M1它的武器而言 最为令人赞叹的是 它具有两款中程导弹 就是R24R和R20T 大多数的战斗当中呢 它都可以在十公里左右的距离 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在更理想的状态下 50公里之内 它就可以发射导弹 并且有几率去命中敌人 作为一款空优机 它还携带了四枚的R60M导弹 但是R60M现在好像被砍得不成样子啊 所以说 在这个实战当中 命中率还是相当堪忧的啊 怎么使用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看运气 和看个人的水平 一般呢 我们会在R24R与R24T当中进行选择 其中R24R是半主动雷达弹 自带多普勒倒影头 R24T是群像攻击红外弹 而R60M是必带的武器不用犹豫 毕竟一个挂载点带两枚导弹是真香啊 其他的三款导弹并非常规的挂载 但适合了才是最好的 只不过说 米克23M-1这架飞机的挂载 确实是太少 所以说 你要选择的话 一定要有所取舍 竞争而言 米克23M-1还具有 能够携带200发炮弹的23毫米记号 对地武器呢 我并不想多言啊 毕竟人家并不擅长这个 米克23M-1它具备自定义挂载的功能 就像我们屏幕左侧所显示的这样 也可以自行的进行搭配啊 但是同样也促就了 有一个梗 就是米克23M-1去炸战区啊 我不做过多的评价 就这款飞机而言呢 我个人觉得 它的上手门槛 是要高于其他的飞机的 如果说你的队伍当中 有大猫这种飞机啊 你可以就是 跟着大猫的后面 然后低空慢慢飞行 其实高空和低空的打法都有啊 这个看个人的选择 只不过我个人是更擅长 低空进行偷袭而已啊 高空打也不是不行啊 有很多人认知相反的是呢 米克23M-1这架飞机在高空的 机动性可能表现的 要比低空更好 所以说 如果说你被敌方的大猫锁定 你发现了敌方的大猫导弹来袭呢 通过机动也是可以躲过的啊 不过我们现在说玩顶喷更加注重的是团队的合作 在低空呢 你能更好地与队友进行配合 从而使你的收益和生存达到更加稳定的状态 那么低空进行突袭呢 反而是一个更加常见的打法 我就是这样的啊 对于空格爱好者有一个比较不幸的消息 就是这架飞机的炸弹弹道集团机已经被移除掉了 所以说你不管是想对一个专职对地CAS 还是说炸弹区的空格猴子呢 好像你用你的炸弹已经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啊 那么你有火箭弹对地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说 如果说你需要用KH23M的制导火箭呢 就得牺牲掉你的挂载点 本身就为数不多的挂载点呢 更加的需要把重心投入到你的空战当中 如果说你只要对地的话呢 反而是丢失了这架飞机的优势啊 本来你的空空导弹就为数不多 那么你再要这样做的话呢 反而丢失掉了米格23这个纯空佣机的优势 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你买这架飞机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 对吧 所以不太合适吧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架飞机的优劣 首先就是它的速度与加速度 在战争的一天当中绝对数得上是明灵前茅 其次就是它的挂载比较丰富 还有最令人瞩目的两款导弹 就是R24R和R24T 丰富的挂载给玩家提供了丰富的战略选择 所以说你可以花一架飞机的钱玩两架飞机 获得两种不同的游玩体验 当然大白话就是说 你在这个干线的时候不禁那么枯燥 第三个优点就是可变后略翼 提供了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的不同机动选择 在完全后略翼的情况 它具有非常优秀的滚转率 在后略翼完全展开的时候 它绕得过大猫绕得过F16 第四个优点就是 它具有非常良好的蓝宝石雷达 这个雷达可以让你在使用不同的导弹的时候 调整到相应的模式 以取得制空的优势 具体的教学方法 我觉得在其他的up准备可以看到 我这边只讲优劣 第五个优点 其实大家往往都会忽视 那就是它满油的情况下 能够支持你30分钟的制空时间 其实它的缺点也挺多 也比较明显的 那么首先就是 它的学习时长是要比其他的高级飞机都长 它的学习门槛也是更加高 第二个缺点就在于 它的容错率太低了 它的载弹量 无论是导弹也好 机炮也罢 都处在于一个比较不可控的状态 以至于你错失的机会 你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试错了 第三个缺点就是 它的机体还是基于米格23进行的改进 所以并不能说太过的坚硬 还是比较脆弱的 讲完了上述的优劣分析之后 我们的原作者进行了这样一个评估 对于它的狗斗能力 我们的原作者给到了7.5分 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 打7.5分 我个人觉得也有以下几个原因 米格23M1这架飞机的航线设备 确实显得略少 但也是精致够用 它的导弹也是被削弱了几回 R24R被削弱了几回来这我不记得 但是R60M的抗杠能力 现在显得好像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了 但是的但是 米格23M1确实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威胁到F14和F16的礼包机了 如果说你的手操略用得好的话 并且对它的导弹性能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 那么你也是能够发挥出极高的上限 无论是对头还是摇六感 它都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战绩 对于近距离空中制约的能力 原作者Tankinstein给的分数是三分 如果十分算满分的话 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于 首先R60M的导弹 已经被削弱到几乎没有办法抗干扰 以至于它 只要对面一洒热油 它基本上就会吃掉 其次呢 就是它没有良好的炸弹和火箭弹 尤其是它的炸弹的弹道计算机已经被移除了 据说它没有办法胜任一个CAS的工作 就像视频这个样子 它如果用火箭弹对地的话 只击毁了一辆坦克 那么另一辆就是显示的有两个heat 所以我们说术有有专攻 那么在陆力当中 开空优机对空肯定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对地的话 它肯定是不如苏R5K的 那么给到了三分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数据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它的火箭弹还是可以用的 不至于说完全失去了对地的能力 不至于说一定要用机炮去填地 所以说对这架飞机的整体评估 原作者是给到了6.75分 那刚才有员就会说了 哇这个分数是不是给了太过凄惨了 那么说实话 原作者对其他飞机的给分 也是比较保守偏低的 所以6.75并不能说太低的一个分数 如果说我以后会做其他飞机的视频的话 各位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再也就是6.75分实际上是综合的评估 这个综合包含了对控你对地 那么作为一个空优机 它的对应能力相当的惨淡 但是这并不能说掩盖掉它对控优秀的光芒 所以说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如果说你是一个沉得下心的 愿意学习的人 而非一个只是想搬炸弹来开线的富男的话 你是可以购买这些飞机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把重心投入到你的对控当中 所以说你想提前适应顶喷的节奏 或者说你已经适应了顶喷的环境 同时说你又比较擅长去玩这种俄罗斯风格的飞机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 而且你在陆力当中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制空手段 这不是吗 然后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 如果说你更加喜欢对立 或说你更喜欢去炸战区域 你不想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学习空对空的这个战斗当中 可能舒25K更加适合你 所以原作者支持大家去买舒25K 而我可能更倾向于米高23mm 不过鉴于BVVD它现在吃相这么难看的情况下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磕进了 毕竟确实70刀真的是一个不菲的价格 你可以等到这个中灵器或者圣诞的时候 它打折的时候再买也可以买 好的我们第一期对再具的全面解析视频就到此结束 虽然我不知道效果到底好还是不好 如果不好了就请各位多多支持元素哲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